共军用了相当于五个军的兵力 而且都是主力 仅15万人马向我们包抄过来 你们二位有何感觉 舵庄备战 但不又一时啃不下 张陵甫打开地图分析 现在他的前边有四宗陶勇和九宗许世勇 左边有一宗叶飞 右边有八宗王建安 后边还有战了舵庄的六宗王毕城 七十四师已被夙予五大主力纵队四面包围 副参谋长李韵良建议上梦良故 张陵甫问副师长蔡仁杰和参谋长魏正月什么意见 十五万人马对我三万 师祖 这是我七十四师从未遭遇过的险境 蔡仁杰建议向左翼黄伯涛靠拢 以摆脱险境 虽然我们身后有四十万大军 可我估计 以素艺的用兵 一定会以相当的兵力 来阻止我中原部队向我们靠拢 魏正月表示 也可向右翼李天侠靠拢 以摆脱险境 让我向李天侠黄伯涛靠拢 笑话 张陵甫觉得 七十四师是国军王台主力 不仅不能向两侧靠拢 也不能向舵庄房想突围 都有师王台尊严 我七十四师 就是遇到了再大的困难 也不能退缩不前 看来我张陵甫面子还真够大 把华野的二十万人马 全都掉进去 全都想来吃我们这块唐僧肉 张陵甫为何笑了起来 因为这时他内心有了一个大的计划 他觉得凭借整编七十四师的实力 共军根本啃不动 只要整编七十四师用顽强的防御 把陈素牢牢的吸引住 四周的友军城市合围 就能为与共军在山东决战 创造出一个最佳时机 所以他决定上梦凉顾 以自己为诱饵 来个忠心开花 参谋长魏振月表示 还是要谨慎为好 于是张陵甫立马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弹部 全部撤到孟凉顾 兵要求能带上山的武器全部带上山 逮捕上山的重武器就地毁掉丢在山下 于是张陵甫的七十四师开始上山 美式榴弹炮等重装备无法拖上山 只得毁坏抛弃于山下 但很快就被山脚下的便衣侦察队发现了 立马上山给陈氏局汇报 这的确是叠毁炮的证据啊 这时素玉也来到了前线指挥所 拿起望远镜看到张陵甫部队正在上梦凉顾 他感叹道 敌人会上梦凉顾 这是眼前战场上的一个突变 张陵甫虽有胆略 但就当面的地形地貌来看 他犯了兵家之大技 陈氏局也疑惑地说 难道张陵甫就不怕肆命处 而张陵甫这边上山后 参谋长魏真月仍旧在劝谏张陵甫 他指着孟良顾主峰大顾顶说 孟良顾山是奇特极为险峻 确实是一手难攻 但是以猛山区顾顾相连 这孟良顾一带更是如此 我七十四师乃重装备部队 在山区本来就行动不便 上了孟良顾我之所长就成了我之所短 而且孟良顾孤风耸立 我军上去完全施展不开 一旦被共军包围 这是兵家大计 但是张陵甫表示他早就考虑过了 但张陵甫决心已定 让他不要说了 于是对蔡仁杰说 苏宇对张陵甫自以为 剑制完整战斗力强 又处于战线的中心 敢于把自身置于我军主力的包围之中 居高临下充当右肩我军的吊儿 颇有些赞赏 虽然我们五个纵队包围了七十四师 但敌军却有十个整编师包围了我们 可谓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此人啊是颇具单略啊 而且具有战略眼光 一个政编师师长 有如此的权局观念 而且敢于庆审而持 确实扩金扩赔啊 但是张陵甫的这一招棋 只是看上去不错 他骄狂不可一世的性格 看不起队友更看不起对手 所以又是可悲可谈 他是有一份自信力 他相信我军没有能力吃掉他 他太自负了 低估了我军的实力 只要我们把谷祝同的大军挡住 他就完了 苏玉说以国军的协同作战能力 加之张陵甫和其他人关系不佳 他还把保押在友军身上 特别是李天霞和黄伯涛的身上 是注定要孤军奋战的 其他人在蒋介石和谷祝同的压力下 就还是会救 拼死就不一定了 即使他们拼死相救 我们的组员大军也已做好充分准备 以前是围典大员 现在就升级下 叫做宫典大员 在包围与反包围的较量中 究竟入死谁手 我研究此功多时了 B战逃遁 不是此功的信仰 持强应战 才符合他的思维逻辑啊 总算挺军入瓮了 那我们就来个瓮中作弊 进游的他 退就游过的他了 我命令一纵四纵六纵八纵九纵五个纵队压缩包围圈 巩固阵地准备总攻 命令二纵三纵七纵十纵 辱南军区地方武装全力阻击当面敌人 四十八小时之内不允许他们向孟良固靠近一步 在苏宇这边压缩包围圈准备总攻时 孟良固的弓兵在构筑公室的时候挖出来一块石碑 蔡仁杰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立马请张灵府前去观看 杭宫弯月一统河山 人节地灵大宫府城 有意思 有意思 参谋长解释道 这说的不就是诗座吗 这场宫分明就是张字 而且还有灵有府 说明诗座这样的人节 到了此地 即可大宫到城啊 看到好兆头张灵府高兴地把他心里的计划合盘拖出 我跟你说实话 上孟良固我是有隐心的 孟良固这一仗我是有大计划 就是你我七十四师为诱饵 吸引住共军的主力 然后让顾总司令指挥的大军合围过来 内外夹击 一举兼立红军 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了 我们就是国军的第一功臣 为了这个计划 就是冒再大的险 我看也值啊 上孟良固是要有勇气的 要舍得把自己豁出去 这块骨碑的出现 更坚定了我的信心 不管冒多大的风险 我们都要以命相搏 孟良固上的生死一战 胜利 必定属于我七十四师 长宫弯月 一统河山 人节地灵 大功俯成 弟兄们 我们为党国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是 接着张宁府为了防止 友军不给力 打滑头仗 直接越过汤恩伯和顾祝同 给他的蒋校长发电 给顾总司令发报 不 给南京 给伟座发报 是 这也真是牛气了 一个师长指挥三个兵团配合自己作战 蒋校长此时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下谈军事援助事宜 提起七十四师 共军无不为之谈护色变 是 国军都像七十四师这样就好 我们美国政府已经同意再援助蒋总统三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本来以为七十四师已经攻克弹簿 收到张宁府的电报 又惊又喜 蒋介石显然发现了这一绝好的态势 这是一个歼灭陈塑于孟良顾的大好机会 于是 他立即给雇助同病汤恩伯和张宁府发电 命令整编七十四师坚守阵地 吸引共军主力 位于新泰的整编十一师 位于蒙茵的整编六十五师 位于陶旭的整编二十五师 位于青驼寺的整编八十三师 位于河阳的第七军和整编四十八师 分别从西北 西 南 东四个方向上火速向整编七十四师靠拢 同时 命令位于莱武的第五军权力南下 命令位于鲁南的整编六十四 二十师迅速北上 蒋介石下血本了 投入十个整编师增援七十四师 以土里应外合 忠心开花 夹击陈塑 决战一场 张灵甫听到校长的电报 开怀大笑 尾坐这个命令 让他七十四师彻底没有后顾之忧了 尾坐这话说得好啊 里应外合 忠心开花 我七十四师将在孟良部 让全世界为之瞩目 长宫弯月 一通河山 人节地灵 大功俯成啊 孟良部 注定让我七十四师 让我张灵甫 名垂青史